好 那我們這邊狀況解除 讓我們用掌聲來歡迎我們的講者 Nick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就是 這個主題叫做拉近我們RubyObject的距離 那可能有點抽象那沒關係 就是 哈囉 那先跟大家講哈囉 哈囉 everyone my name is Nick today we were talking about RubyObject and the Garbage Collection I think this presentation not like YouTube so we can we can display cc subtitle so we transfer to Chinese now 大家好 所以沒辦法講英文啦好不好 對不對 那 Nick呢我自己現在是在畢託這間公司 那可能有些風風雨雨沒關係大家可能都查到新聞 那我是在一間小小的新創公司 擔任一個小小的職位 那不是什麼很重要的職位就不多說了 那也許有些人呢 就有看過我的YouTube頻道 那有可能有些人是透過這個認識我的 也有可能早期一點在Ruby圈裡面混 可能有知道寫一些blogger 那也有可能完全在座的人都完全沒認識的 這也沒關係 那我自己在畢託 他是個台商嘛 那有時候可能回鄉下的時候 或者是要介紹不方便 我就會跟大家說 我現在在外商公司上班領著外商的薪水 所以好像也是可以 那 這也很有趣 在做YouTube之後呢 那我就會收到一些網友們的那個 那個回應嘛 他說 哎呀 我看過這個人的影片 這個Nick都講一些錢的東西 看的技術也是 也是不怎樣的啦好不好 那沒關係我們看一下留言 這個他說 欸 他軟工的實力呢 大概就是我們學校大學部 OOP上完的程度 OK Nice我們下一個 那 這個呢他就說 這個沒什麼技術深度啊 這看起來就是野路子做出來的 感覺就是個資社會馬農 欸不要幹資社會馬 我自己算不是 但你也不要講別人 他說你這個不是 晉銀技術多年的職工大神 我跟各位講 看完這些留言呢 我感到的一絲慶幸 為什麼慶幸 好險Coast Cup的投稿沒有學歷限制啊 欸真的好險 這個我真的是 好險 心情突然就覺得平復了下來 所以今天才可以站在這裡 那在現場的人有很多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每一個人不論你是前端 你是後端 還是任何領域的你 你有可能你是一個designer 隨便 或者是你現在正在一個前端或後端 或者是一個 不管是K8SR或是什麼 你可能正在一個領域 你研究了一些很有趣 很好玩的心得 也許你有寫blogger 也許你有跟你的同事分享 但我跟你說 明年也許你可以給自己的目標 你不一定要參加Coast Cup 你有SeekCon 有MobCon很多 甚至你厲害一點 你可以去參加國外的Conference 你可以去報名 你可以去報名 我認為大家都可以一起站上來分享些什麼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講的知識 你身邊十個人 大概就是 他這十個人可能不一定能全懂 我的意思是說不是你同事 是你的朋友 好不好 你的朋友可能聽不懂 那 這其實就是你的專業 呃 除非你講的真的太難 那不一定 但是就是這是你的專業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不要怕自己不夠好 也不要覺得說我今天投的題目是不是太淺了 你看 像連我這種level的人都站在這裡了 OK 好不好 交流呢可以突破盲點 那分享 是幫助他人 但是也怎樣 幫助自己 好不好 那自己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 所有的成長 或者是所有的 不管是這些技術 你 你要帶著走嘛 你去研究 你要帶著走 然後你去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也帶著走 那最重要還是你自己 那這個呢 相逢即是有緣 好不好 我有做一個小貼紙 那如果有 有我的觀眾 會喜歡這個貼紙 我那個 第一張桌子那邊有放 好不好 那剛剛已經有人拿過了 所以 無論你今天來Coast Cup 你是一個人來 還是跟朋友來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去試試看 認識你身邊不一樣的人 也許他不是你的 這次來的人 但是也許他是個同領域的人嘛 你可以去認識他看看 如果不知道怎麼開頭 也許那張貼紙你可以當作一個開頭說 欸 你認識NIC嗎 欸 就那個陳之前爛的那個 欸 你們話題又打開了 我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們自己 對不對 重點是這個 你們能不能去認識別人 Conference最大的用意 我覺得就是個交流的過程 你可以一起討論說 這個人的影片有夠爛 或是這個人的影片真的有幫助到我什麼 這對你們來說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重要的是你 不是我 也不是那個YouTube頻道 好不好 那 講到這邊呢 因為他剛好打鐘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想跟大家自拍一下 難得站上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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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 來 一個頁 好 後面的龍捷 1 2 3 好 再一張再一張 好 1 2 3 好 謝謝大家 成為下一支影片的這個素材啦 好 謝謝大家成為下一支影片的素材啦 好 謝謝大家成為下一支影片的素材啦 那其實呢 我不是 我不是CostCop的推薦 推薦的那個委員會 但是我有看到 他其實有開一個共筆 如果你們打開 不管是你們手機 電腦 他其實有一個HackMD在上面的 那我把他做成一個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掃 那如果今天的東西你們 想要繼續討論或什麼 你可以寫一些筆記也不一定 好不好 那因為今天呢 我是今天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幹嘛 講完就可以吃下午茶了 那 也許大家可以推薦我這個附近的餐廳 但是呢 說到去餐廳吃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吃飽是不用收桌的耶 對不對 那服務員走過來就說 不好意思那個 幫你收個桌子 這時候呢 你就被收了10%服務費 很神奇的是 寫Ruby不用管理記憶體 用完你不必自己釋放 不好意思有人幫你收個記憶體 那你的10%服務費拿去幹嘛 拿去買RAM 是不是很常被人家幹說 Ruby的性能不好 因為 可能Golan的機器比較小 可能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好不好 那很有趣的是 在Ruby的世界裡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任何事情都是一個object 可是這句話呢 其實嚴格 很嚴格喔 用QA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是有點出路的 嘿 你在master block 跟那個operator 它其實不是個object 你去看定義 它不是 所以呢 我們之後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啊Ruby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啊 你就跟他講說 欸 almost 好不好 不是全部啦 不是全部 那也許大家在寫課的時候 可能 不管你是做那種電商 或什麼你可能常常看到什麼 哎 Total Price啊什麼的 然後或者是 有在用Device Current User 那可能你User 或UserFly 這個大家很常看到這些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個object 所以呢 今天主題 拉近我們與Ruby object間的距離 到底要拉近什麼呢 我們先假設一張圖 齁 可能在座已經很多 有些人是大神了 那 這個我們就當作你已經是在終點 或是你已經超過這張圖以外了 那也許有些人可能 對Ruby object還不太懂 也沒關係 我們就假定 這個橘色的U 就是你現在的位置 那我希望呢在今天這個 presentation 講完之後你會到後面那個位置 好不好 那我們先了解一個基礎觀念 一個object它是40bytes 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大小固定的 在Ruby裡面 在Ruby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想像一件事情 我們跑10億次 10億次的object new 去把這個object new出來 那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神奇嗎 40bytes 然後它pre-object 它這樣子10億跑了 應該是40 40GB才對 那我那時候買這台電腦呢 我已經把它拉很大 32GB統一了記憶體 神奇了 你跑40GB 你只有32GB 沒道理啊對不對 資源不是無限的 那到底為什麼可以去跑超過實際的大小 也許可能有些人知道答案 有些人不知道 但我覺得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誰去讓這個資源可以重新分配 好不好 那在Ruby裡面 它叫做 一個叫 garbage clutter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 專門來收回收阿嬤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把阿嬤一直推車 把你那些用垃圾的記憶體收掉 那在接下來的簡報呢 我會講這個東西叫做GC 我不會一直講garbage clutter 因為念起來很累 我們會統稱GC 所以這邊我們大家對齊一下共識 那有電腦的人 或者是你之後拿著這個簡報 你也可以玩玩看 在你的terminal裡面打開RB 大家應該對RB console可能有點 應該是理解的啦 那就算你沒有裝過Ruby 你Mac買了 RB應該是打得開的 那RB console呢 可以邊玩邊學 那講到這邊 如果你還想繼續聽的話 你就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以為是為了我自己嗎 不是 我是剛剛想說 如果這個影片有在錄的話 也許CostCop開圓的年會這個頻道 他就會放上我的影片 那這樣子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也許可以讓主辦方放影片的時候 非常好處理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我講了這句話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時候呢 你看這個如果假設是 這是去年啦 假設有一個2022的CostCop 那我就可以做什麼 欸 YouTuber Ingestion 好不好 OK 好 這是一個笑話 謝謝大家都有捧唱 好 回歸正題 就是希望讓大家不要那麼容易睡著 那 11次這個object.new 那我們在 irb.console裡面可以去 打開他的GC 就是去看他的那個 Gabbage Clash的狀態 那以我的電腦來說 我可能跑了47996次 意思就是說 這個阿嬤幫你收回收 收了4萬多次 每一個人的電腦不一樣 會依照不同的性能 跟不同的Ruby版本 這個數字不是一定 所以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因為透過玩 學習是最快的 那 GC到底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從一個地方理解 當你打了object.new之後 每一個人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個這個 0x000後面一堆英文數字 這個東西它 它是什麼呢 它這個數字 每個人不會一樣喔 它是一個記憶體位置 那 記憶體位置 這是一個很抽象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講 它記憶體位置 到底會放在哪裡 所以這個章節會講 HIP Patch 那你可以想想看 在你買電腦的時候 你電腦打開 有一個叫做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 你的資源 它叫做System heap 那當你的Ruby 啟動的時候會在哪裡 它會從System heap裡面切一塊出來 所以你的應用程式 你的Ruby就會在這裡 好 那 有可能因為你的Ruby 會需要更多的記憶體 它會往外去跟System heap去要 所以它會長大 那也有可能不需要用到這麼多 那我們可以稍微透過這個圖片來學習 Ubject.new的位置大概就是在這裡 因為你啟動了Ruby嘛 然後它在這裡 但是只講到這裡 太膚淺了 不然到時候影片又被人家下面留言 都是講一些淺東西 繼續往下 好不好 把Ruby heap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HIP裡面有很多的Page 那你的記憶體會去 會去Allocate 就是會去分配這些Page 然後每一個Page裡面 它基本上的東西 有一個Page header 就是它記憶 它去理解說 這個Page裡面要有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一個Slot 那 這個Page呢 一個Page它有 它基本上 你去看定義 因為它其實是大概408 或是409 Slot 因為 它一個Page是16KB 那你每一個Slot 就是剛剛講的 40 Byte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會有一些東西 去放在這個地方 把你的Slot Slot 你把它中文會講插槽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Slot被插上去 那這邊出現了個全新的單字 你可能不知道 哇靠 這紫色的NIC怎麼沒講 沒關係我先要講 它叫RValue 那RValue的東西 它如果有在寫C的人 可能會知道 那沒有寫的人 也沒關係 粗略簡單講一下 它是在C++運算室當中 有一個叫做LValue跟RValue的東西 那LValue就是運算後 還會保留的物件 那 這不太重要有點擾口 那我們先把它記著 RValue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暫時存在的數值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我們回到剛剛講的 object.new 產生了一個記憶體位置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 像剛剛說到這個畫面 紫色這個 RValue 你的object.new呢 的東西 就是在這個RValue裡面 好不好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一種情況 是你RValue的40 byte 它塞爆了 我這邊 隨便舉個例子 這不一定 這個字 字串其實還要再更長 好不好 它有可能有一個very long的String 它超長的 把這個RValue塞爆了 那它會怎麼辦 我這邊跟大家補充個姿勢 在slot裡面 其實它 字串不會真的只塞40 byte 它其實一個插槽裡面 它有一個flag next跟data 所以真正來講 真正來講 你的String 你的字串 只能塞到24 那這樣子不行啊 你們大家 有些在寫Rail的時候 或什麼 你總不可能跟那個 你的設計師講說 欸 我這邊return的那個文字 不能超過24 byte 神經病沒有人會理你 好不好 好 那放不下的狀況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樣 哇靠 塞進去直接爆了 那 Ruby沒這麼笨嘛 你們大家寫成是沒有那麼容易crash 對不對 你可以想一下 好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 如果發現你的文字字串 太長了 超過了它的 能夠容忍的 範圍 它也許會把它丟到 Season Heap 然後跟它拿一個記憶體位置 接下來這個Rvalue 只存記憶體位置 所以這個Rvalue就比較 比較 它就不會永種嘛 它是等於是跟外面 申請的資源 好 聽到這邊也許 啊啊啊啊啊 啊 我終於往前擠了一步好不好 有沒有覺得自己 今天我往前走了一步 好 那這邊延伸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如果你在IRB Console裡面 繼續玩 有一個叫%點D的功能 那這個 不是功能啦 它就是一個 method 你很好玩可以去玩 那這裡呢可以舉例是這樣子的 就是 %點5D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字串它會補到五個字 怎麼補呢 如果不足的話它就補0 好不好 所以可以大家想一下喔 %點6D 那就是會變成什麼 0 0 0 1 2 3 對不對 好 那這裡呢用我的電腦來玩了一下 我給它補700個0 那在1的前面補700個0 你可以看到 我測一下等一下 它不能給圈圈 好沒關係 有欸 fuck 等一下喔 讓我集中一下 火力 出來出來 好算了 我還是繼續講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的700D 800D 900D 意思是我在玩這個東西 你可以發現它的processing time 都是差不多的時間 就是我塞了每差100個字 可是很有趣喔 你看喔看這張圖 右上角的950 955 960 跟980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 960 980 就是955 960 這個中間 既然processing time 已經變成了一倍 這件事情 我跟各位講 大家如果有辦法用自己的電腦玩 你可以去玩一下 不一定要到900個 因為每個人電腦性能不一樣 我的可以跑到900個 那有些我在網路上看 有人跑到23、24個 就有秒數上的差異耶 所以 這不一定 那你可以看到 955跟960只差五個字 發現了什麼 時間翻倍 那這有可能就是 它記憶體使用到 外部跟內部的邊界 這是你可以去try出來的 可以去 試試看的 好不好 那剛剛那個processing time 怎麼出來的 在Ruby3的時候 你打開 irb.console 你打那個minsure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你之後任何的一個指令 它的processing time 是 多少秒 這個大家可以玩 好 那接下來 就會想說 object它 如果把它new出來之後 那我們試試看 把object放到array裡面 那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這裡有一個code 是你可以在rb裡面打開 也可以自己去require requirejson 跟那個 object space 好不好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method 你可以去把 object space裡面的東西 dump出來 我們這邊 這是一個提供的方法 你可以自己寫 那 你去把剛剛的東西 把剛剛那個array 那個陣列 倒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給你什麼 它給你的reference 是一個記憶體位置 好 那你再回去看你object給的那個記憶體位置 是不是上跟下是不謀而合 因為廢話 因為它就是直接用它 所以array裡面它就只存了它這個記憶體位置 它根本沒有存一個object進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喔 我們創造的object會儲存在rvalue 然後並且塞到slot裡面 這句話應該可以吧 好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那依照我們剛剛的畫面喔 剛剛的畫面 seasonheap rubyheap 然後object.new 在rubyheap這個位置 那更深一點它到底在什麼位置呢 把rubyheap打開 它在每一個page裡面 它拉了一個slot 把object.new 塞進去那個rvalue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把它縮回來 隨著slot越用越多 因為它一定會一直申請嘛 那page最終也會用完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程式在跑的時候 rvalue rvalue ok rvalue 诶 沒了 整個都不見了 整個都爆掉了 好不好 回歸回來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記憶體沒有用完 這邊 這邊就可以引出另一個東西了 叫做tricolormark and sweep algorithm 然後就是三色標記的算法 那三色標記的算法它其實 步驟不難 步驟就這些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mark all rvalue把它塗成白色的 再來是mark all root rvalue 塗成灰色的 然後直到呢 所有都變成灰色的rvalue之後 那所有的灰色 那個灰色 它下面寫就是pick一個 grrvalue 那這邊 可能會一直出現 你也不用拍你也不用幹嘛 你就聽就好了 那先了解 什麼叫做rout rvalue rout rvalue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中文 可能你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跟節點或是一個 跟 從根部出來的東西 那在ruby裡面呢 它放在object space 那這個你可以去看ruby官方的API 它基本上跟節點就從這邊長出來 我們把它圖像化 讓大家好理解一點 假設呢你在程式啟動的時候 有一個跟節點的rout rvalue 那... 好 接下來你生成了一堆object之後 其實就是篩了一大堆rvalue 那rvalue之間會有關係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我們他們說第一步驟是什麼 把它全部圖成白色的 好不好 那剛剛已經看到基本上都是白色 所以我們先不要理它 好 那他說第二步是 把rout rvalue圖成灰色的 所以我們先把它槓掉 你可以看到 欸原本這個是白色的 root rvalue現在變灰色了 好我們這第一步驟做完了 接下來呢 在這個壞回圈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說我們剪一個 剪一個那個灰色的rvalue起來 好 那我們就決定剪上面那個 好不好 變粗了 看到吧 把它圈起來 那他說 要把他 跟他關聯的人都圖成灰色 關聯是什麼意思 從他出發的箭頭 的第一個 把它圖成灰色 所以就是這一個 把它圖成灰色 之後呢 他講什麼 他說把自己圖成黑色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欸自己圖成灰色了 黑色了 那這件事情這個步驟就完了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實就是 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 好 一樣剪一個灰色的 我們剪下面那一個 有沒有看到他圈起來了 剪下面那一個 然後把他的人圖成 把他下面關聯的人圖成灰色的 把自己接下來怎樣 圖成黑色的 好 那這個部分就會結束了 那下一個步驟應該 很簡單啦 一樣我們繼續找灰色 我們先找上面這顆嘛 欸有沒有發現 他有往外指兩個人 所以我們把那兩個rvalue 塗成灰色的 接下來幹嘛 把他自己塗成黑色的 好 那接下來剩下三個灰色了嘛 我們一樣從最上面那個開始 把他圈起來 欸沒有關聯 所以不用塗黑色 把自己塗黑色 好這個勒 都是大家指差欸 沒有他指別人 那把自己塗黑色 好 那下面這個勒 噢也沒有人 他也沒有指向別人 好把自己塗黑色 好接下來這個壞兒迴旋做完了 那這件事就不結束了 那這個變成什麼 就變成 白色的部分 就是沒用的部分 所以呢 對於程式來講 就把他掰掰啦 那剩下的就是 記憶體他認為重要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page裡面的話 就會變成像是 呃資料寫進去 好不好 然後 原本有資料寫進去 然後可能被清掉之後 欸 就像這樣 這些沒有沒有 沒有關聯的rvalue把它刪掉 那最後就變成一場空 那些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啊這些東西被清掉了 呃 slot就釋放出來了 那再以宏觀一點的角度來看 你看ruby heap裡面 他可能就是這些紫色是被 iVelue佔滿的 然後突然就欸 釋放了 OK好 聽到這裡 欸往前走一點好不好 OK大家是不是再往前走一點了 trial card這邊就講完了 那 這東西trial card你聽完都會覺得說 哇靠這什麼 大學教的這些圖色塊嗎 沒有這麼無聊 好不好他其實有點關聯 我們繼續往下聽 那這個他是 就是在ruby 2.2之後 他有做一個incremental的那個gc 就是增量式gc 回到這個剛剛 一開始講的 在object.new11次之後 我這邊的電腦 跑了4萬多次的垃圾回收好不好 那 在這個垃圾回收gc Ruby的gc是怎樣的狀態 他是stop the war stop the war有什麼意思 當他執行gc的時候 整個程式是暫停的 可是大家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不可能這麼智障嘛 你一個程式 release出去 然後可能用戶一下 欸幹頓一下 又幹頓一下 欸你們在幹嘛 喔我們在做垃圾回收 誰理你對不對 沒有人理你 那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階段 如果你的工作 就是你的你的 那個 執行序正在跑 齁 如果gc太久的話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程式 對不對 這邊我就會想說 哇靠那為什麼不用兩個顏色就好了 好這裡很有趣喔 我們關注一下abcd 這跟剛剛的圖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關注一下abcd 好 那假設回到現在這個狀況 執行階段喔 我現在正在執行喔 我正在執行 程式正在動 那我希望 a跟c增加關聯 並且同時把b跟d的關聯給移除掉 好 那這件事情也因為我只有黑跟白的顏色 所以接下來 執行階段結束了喔 要進入gc的階段了 好 那接著他會把我幹嘛 他會把我把白色全幹掉 ok 就是那些沒關聯全關掉 那我剛剛建立的關聯去哪了 哇操 回到執行這裡 欸 整個那個就 被砍了關聯 啊 那就拜拜啦 真的很奇怪對不對 那這邊有一個 Ruby 他有一個叫寫屏這樣的東西 這比較深一點 但是我覺得你把它當做 你把它當做 用來確定 新的object 合時引用 就object的callback 意思就是說 你剛剛我剛剛黑色 直到白色的那一個紅點 就這裡下面那裡 紅紅線 你把它當做我 簽過去的時候 把那線簽過去 做了引用之後 他就幫我做一個callback 你把它想像成這樣就好了 因為那個講起來 那個會講講講不完 好 那這時候呢 因為有callback 所以我簽了之後 我就把它塗成灰色了 因為callback幫我把它弄成灰色了 所以灰色是幹嘛 是中間狀態 那我現在移除b跟d的關聯 我就不用怕了 因為灰色 c被塗成灰色 一旦有這個過渡狀態之後 這次的關聯呢 就不會消失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喔 那也因為有了這樣子 他就變成說 每次gc就可以做一半做一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incremental gc是這樣做的 就是 什麼叫做增量式 就是我不要一次做完 如果你暫停一個東西 暫停太久一定是被幹的嘛 那 他把它做到就是完全的就是 讓你比較無感的 在一個很低毫秒的狀況下 做一下gc好放掉 做一下gc放掉 所以你的程式會執行能力 覺得很順利 聽到這邊 啊 往前跑一下好不好 往前跑一下 有沒有覺得自己 離object的距離越來越近啊 很棒 還沒有睡覺的人 我覺得都很棒 應該還沒有人睡著吧 好 因為之前有人說 我的聲音像podcast 講一講會想睡覺 我覺得 那他絕對不要在開車的時候聽 好 那接下來呢 下一個 Generation Generation的gc是這個 世代眼鏡式gc 他在 Ruby2.1的時候就有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想一下 一樣回到剛剛 這出現很多次喔 你看喔 object.new 他有一個記憶體位置 那你看喔 他前面寫了一個object等於 大家如果寫程式知道 等於是什麼 是把後面的指向前面嘛 好 那他已經有了關聯 就是你去想想看 剛剛那些rvalue指來指去 他是有關聯的喔 他是不會被gc收走的 那很有趣的是 如果是這樣子 一直有人關聯 那他11次 我每次那個 三色的演算法都這樣狂掃 不覺得這是一個 很神奇的事情嗎 那已經有reference的object 會不會一直被掃到嗎 如果以程式來講 一直被掃到一直掃到 那這樣效率起不是很差 所以他就提出了 在這個Generation的部分 他就提出了一個 Weak generation hypothesis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聽起來 就是一個很fashion的單字 不用理他 中文還翻什麼弱勢帶假設 不用 你就把它想像成 他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叫做most objects帶樣 什麼意思呢 再翻成中文 我昨天 我前幾天理解的 可能不是太好 因為鬼門剛開 一年早逝 就是早 一年早逝 好 那 很神奇的是 Ruby是如何去判斷一個object 是年輕的 還是是老的 這又是一個問題 一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打開irb.console 玩 GC 它的object collection的自動收集給關掉 我們把它改成false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生成一個 這個一樣是一個 新的object 然後這裡有 有 傑森跟那個 object space的那個 那個 library 可以把它引進來 因為它Ruby本身就有 好 你玩一次喔 你剛把object生成之後 然後把它解析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是 我們自己查看這個object的狀態 手動執行 GC一次 你可以看到 我第一行 最上面那個是 dump 把這個object的狀態給弄出來 然後之後呢 我執行了一次 GC.STAR GC.STAR意思就是說 欸阿嬤去收一下回收好不好 好 這樣我是不會這樣在家裡叫啦 但城市裡面我會這樣幻想 OK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圖怎麼變長了 因為我又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又在執行了一次這個 GC.STAR 然後好 接下來很神奇 我執行了第三次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給的字已經不一樣了 它出現了一個標記 它會有一個flag 把它標記 O等於True 這是同一個object喔 但它第三次之後就出現了 所以呢 能活超過三次GC的 基本上叫做老物件 這在Ruby裡面是這樣 這就是弱世代假設 那活不過的呢 一年早事 好不好 一年早事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透過手動的指令 來去決定GC的時間 那 GC 的GC.STAR 其實它還有分喔 它其實可以帶參數的 可以把你的Parents帶進去 那它有一個叫做ForeMark 那ForeMark ForeMark的False False跟處的差別在哪裡 跟大家解釋 呃 把它關掉 False的話是 Only Young Objects 就是我們只 把年輕的幹掉 所以呢 在整個程式裡面 它叫做Miner的GC 它是Default的喔 這個是Default 就是你不帶參數的時候 它預設是False 所以不會是處 那 這個咧 這個是把它標成處的話 它是把所有的Object都掃一遍 那也稱為Major的GC 那 雖然 這不是我打錯字 這個是State 它原 它就是STAR 我沒有少寫個R 好不好 它其實就是人家觀察指令 大家可以玩玩看 任何一個IRB打Console打開都可以玩 你可以看到 哇操 它給了你超多的一些參數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沒關係 我們的 今天的重點不在這 今天的重點在中間這個 這個 MinerGC跟MajorGC的次數 那我在RBConsole打開的時候 已經做 它已經自動做了幾次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當做初始值 好不好 初始值 那很神奇喔 剛剛從一開始就在講的 我們把Object.new 做了十億次會怎麼樣 欸 MinerGC的數量變了 那MajorGC的數量呢 是沒變的 可以看一下左右邊的差別 我IRB打Console打開之後 最左邊的是十六跟四吧 那產生那些十億次之後 它幫我做了這麼多次的GC 它是做什麼 它是做MinerGC 那 Ruby多數呢 都只會去清理這些年輕的Object 那除非只有一種狀況 就是當你空間到完全不夠的時候 才去走MajorGC 因為MajorGC會比較好效能 就是有點像說它時間會比較長 好 這邊呢 大家如果寫Ruby的通常對Rails的也 也不會太陌生啦 很多人是靠Rails來認識Ruby嘛 這我覺得在這個環境很正常 大家可以想一下喔 如果你在寫Rails的時候 一個瀏覽器產生 然後去Render這個View 那你需要去Render這個View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在Ctrl的去弄一些Object 然後讓這些資料可以生成 稍微想一下喔 YoungObject 這些就是YoungObject 有沒有 Render一個View 不重要了這些東西我就放掉了 那想一下 從長期使用的這些Session Config Data 是不是就是超過三次還能活下來的 AllObject 那講到這裡這個弱勢在講完之後 欸 是不是可以再往前跑一點了 欸 那就是快講完的意思囉 沒錯 好不好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比較 呃 大家可以去讀啦 因為這個更深 Compassion就是壓縮 好 那CompassionGC 它在Ruby2.7之後加入了 那直到今天的3呢 它雖然有Auto Mode 可是它沒辦 它還是會建議你都測過 再去開那個Auto Mode 它並不是Default 就Auto Mode 好 那你可以看這個RubyHeap 在我們大量的使用 一直給 一直放一直給 一直放 最後可能會長成這樣 那長成這樣有什麼缺點 你要知道 如果一個進程 就是一個Process 起來之後 我們可能會要去有一些 Copy這個Process的狀態 如果每一個都碎片化成這樣的話 其實是 非常好記憶體的啦 就是對電腦來說 它就覺得說 明明就是控格案 還是有我複製 真的是浪費時間 沒錯 那Compassion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把它壓縮成 把那些順序都放出來 就變成 欸 我今天如果要Copy 我只要Copy前兩個Page而已 對電腦來說是很省事的 好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去證明這件事情 也很好玩 你可以開一個Object Array 就是一個陣列 你可以到1萬次 把Object塞進去 所以這個Array有什麼 這個Array裡面有1萬個Object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那個 我只寫了一個 那其實它有1萬個 它等於分配了1萬個 好 那你可以看最上面 我們先從第一行開始看 你先 在我們剛剛建立了1萬個之後 你再去無聊生成了一個Object 然後把它塞進去 你會看到你上面的 記憶體位置是 A9410結尾的 那我們做一個compact 就去壓縮 壓縮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這兩個記憶體的位置不一樣 可是它是同一個Object 它是完全的同一個Object 所以剛剛就是也證明了那些Array在移動的過程 Compassion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就是Ruby2.7週引路了 可以自行測試 自己去決定這個使用時機 那 它3.0有去增加這個Auto Mode 不過它也是說 如果你去開的話 它會跑到什麼 它會去跑Major GC 那剛剛是不是有講 Major是比較去耗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寫Performance會掉 所以這件事情需要你自己去測試 看每個人的運用到的東西的 呃程式的大小 或是 呃跑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 那所以咧 是不是講到說深版也是很重要的啊 剛剛是不是有講者提到說 欸 我們還在用2.4 有些人說我3 所以深版也是很重要的 聽到這裡 呃 欸 終於跑完了好不好 那是不是我時間其實是算蠻準的 不過它既然還有4分鐘呢 我還沒有要QA 因為我很快的 把這個跟大家解釋一下 Hip Page Start 還有Track Color Mark and Sweep 然後這個Incmental啊 Generation還有Compassion 今天都講完了 那 很神奇我要做個總結 當你更了解這些object的一生之後 好 我們舉例來講 有沒有印象 鮭魚之亂 誰把名字改鮭魚了 在座應該沒這麼蠢的 這記得不要追蹤我 好 開玩笑了開玩笑了 好 那假設呢我寫了一個method叫做sushifree 就是這個User未進來之後 如果它的Lessname等於鮭魚 欸 我就讓它免費好不好 那 很有趣喔 如果你把鮭魚這個單 這個兩個字 這個string 你生成了三次 好不好 你會發現三次的記憶體位置都不一樣 好 那 有些人可能會知道一些convention 他會說 我咕咕把他寫到const啊 反正不會變 對 那 可能你知道了convention 但你可能不知道背後的邏輯 或者是背後 它還影響了什麼 也許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const之後 你會發現 記憶體位置是一樣的 而且 如果仔細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被標記o是cho 所以它是一個老object 不會被收掉 好 所以它就是一個能存活三次以上的老object 那這樣子在記憶體來說 它就不用一直分配放掉 分配放掉 造成碎片化 雖然只是一個 一個stream 沒這麼嚴重 沒這麼嚴重 它不會因為這樣就碎片化到爆 但是 如果全部人都這樣寫成事的話 也許有可能會這樣影響 所以我覺得會 今天 今天的分享是想讓大家知道 更清楚大家知道自己在寫什麼code 如果你能夠 從更上層的試驗來看整個系統 我這邊說一個案例 我最近在做一個 我們公司在做一個 因為我們跑一個 sidekick放在kbaris裡面 那我們長期都是吃2GB的記憶體 我覺得很詭異啦 那時候我就想說 可能是code寫不好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把code寫好 先了解code 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GC的調教優化 像剛剛提到的那些 那些東西不管是你要去試試看 玩那些compassion或是什麼的 但 還有一個更深的 你可以去看記憶體分配器 那這個東西今天不講 今天只分享最後一小段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C Ruby 不是travel Ruby 或是其他的J Ruby 就是C Ruby C Ruby就是MRI Ruby 就是用C寫的Ruby 就是我們大家常在用這個 那它預設基本上你們分配到的 你們去server上面 把Ruby架起來之後 基本上 它吃的是這個Malloc 就是C原本的一個記憶體分配器 好 但是這個我覺得它很有趣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在一個高併發場景的時候 碎片化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code這個Malloc 它其實是蠻耗能的 那 我這邊的經驗是 在我的K8S的PART上去之後呢 很神奇 這個Psychic會一路往上攀 一直放不掉 我就觀察一個禮拜都放不掉 那 很有趣的是因為 前面幾個講師有講到 Dark化嘛 那Dark化的Ruby架如果你要改成 Germalloc它很方便 你可以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動了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 絕對要測試 不要沒事就上Production 這個很可怕 你一定會被file ok 我沒有這樣教你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是有研究過了之後 我們上了Production 你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模糊一點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下面Sidekick deployment 那邊會有run 如果K8S可能會知道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 呃藍色的部分 是我嘗試用新的 那黃色是原本的 那 這是比較的狀況 那我在幾經測試之後 我會發現 欸 哇靠 我換了這個分配器之後 竟然明顯的下降 而且非常的穩定 從 至少降一半耶 很神奇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那就是比較 呃 那個圖片啦 就是我最後 結一個比較 就是6月1號 剛我們是在6月的時候 換的 那在場也有我的同事 他們可以證明我沒有豪小 好 那 這邊跟大家謝謝大家 最後呢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的FB IG Blog 那有些可能沒有更新的 然後這個呢 這是幹嘛 這個QR Code是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少 你今天可以把這個簡報拿走 你就不用一直拍照了 那其實我是想要你填寫一個很簡單問卷 只有三題 就是你覺得我講的好不好 你覺得我講的很爛 給我一點意見 那就是這個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什麼 學習是永無止盡的 我聽到上一個講者 我看到他的圖片下面有個scan me 我覺得很帥 所以呢 我決定把這個換掉 因為我覺得這太醜了 好 欸scan me OK 好不好 講到最後一課 四點整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 因為這本身有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出到一些狀況 那我就延遲大概可能 五到十分鐘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在舉手發問 好 那有人想要舉手發問 或是想要 可能分享自己的一些意見 也都可以 然後可以開始舉手 有人要舉手嗎 沒關係 QA想要問這個以外的也可以 都讓你問 是不是講太難了 我寫入門 欸 我寫入門的原因是因為 覺得可以用一些圖片的方式 讓你覺得有從入門的感覺起來 這是這樣 對啊 不想說寫高階 應該這間只剩一個人吧 沒有人要問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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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那種 他們 應該說我還是有一點好奇 是 他們最後怎麼樣被回收 因為他們 看起來 應該不會被 標記 就是一個 young object 就是如果那些 你剛剛提到的就是你可能那些 那些變數在使用的時候 他可能 他會自己去判斷 如果他沒有任何人去reference他 他就會被 他就不會被標成 他就會在那個回收被收掉 他就活不到老 對 因為比方說 我就舉個例子 比方說你在control或是哪裡 你生成了一個object 好那可能這個object 可能是 是你的 比方說從mySQL拉回來的資料 你把它寫到一個地方 為了要顯示某個view 那這個view之後 他可能也沒有用到 這頁面被關掉了 或是什麼的 不是關掉啦 就是頁面生成之後 也沒有人去reference這個東西了 那他就會被收掉了 對 那是一個時機啦 那當然那個 我很好奇喔 那個因為你剛剛講的是Ruby的GC嘛 那你在研究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去看 比如說Python或者是Go他們的GC是什麼 是不是有類似的方式去做清理的 喔好 呃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個tricolor那個三色 他從早期最一開始是雙色的時候 基本上在 呃 他以前最早是用那個lisp 不知道你們大家知不知道 一個程式語言的lisp 在1960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他先提出來了 然後之後很多的程式語言的GC是 去參考這個做法 然後再去做更多 那Ruby是一直在這一塊 他可能就先跑了 他可能就 欸從雙色改三色 然後還有這些弱勢在假設 然後incremental去 把這些GC做優化 我有去看過 Python的我不熟 因為我平常比較寫的是 Ruby為主 然後Golan了解一點點 那Golan的部分我去看 基本上你會看到他也有這樣子的演算法 對在做 對不對 這是我理解啦 可能更多程式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對 希望有回答這樣的問題 好 不好意思我想 我好奇問一下那個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在公司換 你們有嘗試換那個gmanlog 那我想 問一下你們是怎麼樣去 在上坡大選之前怎麼做測試 OK好 我在公司的部分是 我這邊使用 不管我的 我們有分幾個mall 我們有分staging production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些什麼 hardface 大家最不想聽到的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demo 我們有demo 那我們有四個環境 四組環境都是由我們 我們那時候去談 我們那時候去了解 我們讓他用k8s做 所以很有趣的是 我們的環境都是k8s裡面掛 Dark的那個pod 就是 就是怕啦 就是把image掛上去 所以對我來說 我當時在測試的時候 我是在staging上面 先把上面的side kick 換成gmanlog 然後讓他跑一個禮拜 然後去做測試 然後發現沒什麼問題 然後基本上那時候就安排 就說 這個東西 我已經先準備好了一個 準備好了一個怎麼講 就是 向下兼容 意思說如果gmanlog上去 掛掉 記憶體狂噴或什麼之類的 我預料中之外 我就把image換成原本的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AWS的那個 那個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把image放上去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想說 如果失敗 我們就把它切回去 當時的計畫是這樣 那後來上去之後沒失敗 那我們也 我們發現side kick的有降 但是像production 我們在web的部分 web的部分 他的cpu cpu使用率 有比原本再多個 一兩趴 我覺得 可能有影響 那不確定 那時候還在看 那 他對於多併發是 比較有影響 我自己測起來是這樣子的心得 對對對 那換的方式我是這樣換的 你可以 那個staging先放個一個禮拜 我們是放個一個禮拜 我們是放個一個禮拜 然後一直去搓他去幹嘛 然後幫他加更多job 然後去看他會怎樣 然後去看他會怎樣 決定都ok了 我們才有那個計畫 去上production 然後上production的時候 要有一個備案 如果爆了要能夠秒切回來的備案 對當時是這樣計畫的 對 了解 了解 謝謝 好 那可能要上最後一種問題 我想問一下剛才有提到說 gc有分major跟minor 那這樣子他是什麼去決定說 他是要跑major或minor 這可以自己決定嗎 喔 基本上你看喔 他像是 我先講比較遠一點 就是他2.7的那個compassion 是一定會跑major 那他什麼時候決定呢 就是他會去看你這個的 他當 他當 當他把那些slot全部放掉之後 然後他發現他還是沒辦法 給更多記憶體讓這個程式撐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試著去執行major 就是當 他意思有點像是 他這個slot塞爆 然後我執行minor 幹 欸不行 喔不行講髒話不好意思 minor不行 然後 我上次有被 上次在mopcon被唸 那個好 所以就是 就是他不行的時候 他就會試著去執行major 對 對 他的詞集是這樣 那更多的可能要去看他c裡面怎麼寫 對 但以我理解是這樣 嗯 希望我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超過7分鐘 所以 會 這一場議程在這邊結束 那 這樣的話我們這邊 Rubiguit的議程 TR409-1 的這場議程已經完完全全結束了 那 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我們先給講這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那Cost Club Day 1 TR409-1的議程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 那我把我兒子收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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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消失消失 明天好會拿 好 好 這邊這邊 可以 我把我兒子收走囉 好 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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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